皇家项目菜场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分两边 这边是专门这种批发的 餐厅用的大包大包的 这边它比较小包装的 我每一次来我都喜欢批发的 东西很新鲜 价钱看季节性 有的时候便宜 有的时候贵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有什么惊喜 让我觉得我得要买一大包回去 这边它就是培养的 培植的很好 小小的 很多东西是什么 芹菜 芹菜这些 他们都是拿来做一个井 这个菠萝花倒是长得不错 这个开花 我们家这个开花开出来不漂亮 它的这个开出来是挺漂亮的 小植物 我还是对我的菜有兴趣 我要看看我的菜 今天是橄榄菜 小青菜 玉米 玉米到实际上是甜玉米 那天我好像也买了两根甜玉米 还没吃 佛手瓜 今天主要是佛手瓜 卷心菜 玉米 番茄 玉米 这个是 这个就是苦瓜的一种 这种苦瓜我不太会吃 我不知道要怎么吃 大家有知道这种 我们叫精灵籽吧 跟我们常吃的苦瓜长得是不一样的 这一包多少钱 我来看看 这一包是60株 这么大一包60株 可是这个我不太会吃 所以就算了吧 今天有刀豆 刀豆不少 还有橄榄菜 橄榄菜的话 这么大包的话是90株 这么一大包90株 刀豆 刀豆这一包多少钱 刀豆花60株 这个就是如果是店里面店家的话是真的用得到 我们自己吃因为我这两天要出国了 所以我想想就算了不买 今天这个主推也有这个大葱 这一包大葱才70株 两公斤 这个红辣椒在超市里面都是任各卖的 这一袋三公斤 220株 这个绿的比较便宜一点 180株也是三公斤 这个番茄还不错的120株 这个是两公斤 也是两公斤 这个番茄还不错 这个挺好的 这里的超市就是东西新鲜 价钱量大便宜 如果是人多或者是喜欢包包饺子 包包馄饨 包包包子 可以来这里选择 这一袋三公斤 谁要能够是做酸辣菜 这个是真的很便宜 才50株三公斤50株 那真的没几个钱 我是比较喜欢油卖菜 因为小朋友什么吃的时候 你就是水放点油放点盐 聊一下软软的小朋友可以吃 还有一个早上沙拉 切几片番茄 一个沙拉就拌好了 这种油卖菜是不错的 这个牛油果实际上是挺不错 只是我嫌它不够熟 100块钱4个 这个4个都长得漂漂亮亮 没有歪脖子歪脸 这里常常会有十令水果 像这种就方茄 有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草莓剂 草莓上市的时候 这里是最多 又不贵 就挺好的 还有那种黄黄的 有点像枇杷一样的 各种水果 就是十令 他看它上市什么 他这里就会有 哈米瓜 4个5公斤 320 320哦 4个 5公斤 这个在这里还算是便宜 但是哈米瓜 我有买过 我觉得不够甜 我可以买一瓶这个蜂蜜 这个才是真正的 它的应该算是野蜜吧 它是吉拉达皇家农场出的 那边一瓶也是蜂蜜 但是它是荔枝口味 这个应该是花的口味 各种花 这个比较正宗 更正宗一点 这个是他们吉拉达的农场出的 我们要一瓶这个吧 价钱是180 245 这个差65块钱 这个就是糙米 它现在有分那个小包装和大包装 这个糙米的话 煮饭的时候 在那个白的米里面香茄一点 这个对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还有一个这里的那个芝麻什么都不算贵 这一个是买两包送一包才70株 那这个也很便宜 400克 两包送一包 这也不贵 黑芝麻现在实际上自己做芝麻糊 回去把芝麻洗干净炒熟 好了以后粉碎 粉碎以后 粉碎的时候要放糖 因为芝麻是出油的 放点糖把它粉碎 粉碎以后每一天来一勺 非常好 这两天要出国 没有办法买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就来这个散的 我们来看看 它里面有没有我需要的 还有那个玉米 它也才20块钱 小包装的也才20块钱 那是要比那个 Mako啊什么便宜 Mako两根35株 这里是20株 还是很便宜的哦 里面的Sawolo60株 Sawolo实际上60株也不算很贵了 这个就是我一直喝的茶叶 现在中国的各种茶叶我也搞不清楚 价钱也是从便宜到贵 可是便宜的不是我的口味 贵的我又买不起 所以唐姐就是喝泰国茶 这个是280 280是200克 这个乌龙茶实际上是还不错的 很香 如果是不从中国带茶叶过来 或者是对茶叶有特别爱好的 唐姐建议可以试试这个茶好喝的 这个皇家的牌子 这个是黄豆的豆浆粉 但是唯一的就是说它不是小包装 它这个是大包装 但是是100%黄豆粉 这种东西百货公司大把 唐姐不太有兴趣 唐姐对她有兴趣的是泰国清卖装 这个挺好玩的 哎呀中国人有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服装 泰国装 从来就没有找到一件合适的清卖装 我倒是挺想找一件 看上去好看 又很可爱的清卖装 这个就是泰国特色清卖特色 实际上也好可爱 这个都是本来应该是银的吧 可是现在她这个钉了一堆 这个也挺可爱 可是唐姐这种衣服就不太会穿 要穿能够比较可以穿得出门呢 这种特色 可是总觉得有一点太清卖了 好多呀 可是她的看看 她的这种会越洗越舒服 很薄啊 这个就是清卖包包 这个少数民族用的包包 美妆部分 唐姐就是一个门外汉 连这个牛油果都可以做成土脸 这个不懂用 如果喜欢美妆部分的人 肯定会很喜欢 这个芝麻油现在也在打折 本来480 现在400株一瓶 不错不错 都在打折呢 这个是深度烘焙的咖啡呢 这个就是一般的刚刚的烘焙 所以这个可以 唐姐还是蜂蜜家里还有 但是再买多一瓶被子 茶叶茶叶还剩一点 那就再买一包 这一包茶叶实际上我可以喝很久 如果是喜欢它的这个糙米啊 豆类啊 芝麻啊 真的是可以在这里买 不贵 哎呀可惜了 这么多便宜货没捡 因为家里都有 唐姐买了蜂蜜跟茶叶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是唐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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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